NEO Life中醫診所 優秀專業的醫療團隊 優雅捷徑的就醫環境 參加分鎖分別位於Milpeters、Redwood City和St.Matteo 我們將結成為您服務 為您的健康、保駕、護航 大家好 我是灣區NEO Life中醫診所的汪洪江中醫師 我從一二十年的臨床經驗中 總結出一套治療疑難雜症的有效方法 治癒數萬病人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頸部疼痛的中醫療法 首先我分享一個病例 今年的5月 診所來了一位30多歲的患者 他來的時候 頸部疼痛 不能向左側旋轉 他說他是電腦工程師 從事電腦工作8年多 最近幾個月 經常感覺眼睛乾澀 頭暈 頸肩部酸痛 而且晨起的時候 有手指的麻木麻障的感覺 之前去過西醫做了S光檢查 沒有發現異常的情況 醫生也沒有給開藥 後來又去了整骨醫師那裡做了幾次治療 有一點效果 但還是酸痛 有困難 經過我的檢查 發現他的頸部 第二和第三頸椎橫突出有明顯的筋結 頸部膝蓋上的肌肉僵硬 風池穴和腦空穴處可以觸碰明顯的壓痛 並可以向他的前額部放射 相應的穴位有明顯的筋結 且壓痛感很強 同時後背的肌肉比較僵硬 根據他的病情 我用五行針法針刺他的頸部 頭部 肩部的穴位 治療一次 他說他的症狀就明顯減輕了 然後我又針對性治療了六次 他說頭暈 頸部酸痛 手麻的症狀消除 而且頭左右旋轉也可以正常 為了鞏固療效 他選擇定期來診所 接受頸部維護性治療 避免再復發 病人 對我快速治癒他的頸部疼痛 表示由衷的感謝 在當今時代 網絡 手機和社交媒體 給我們帶來了諸多方便 同時也給我們身體帶來了各種各樣的疾病 尤其對頸椎 脊柱 腰椎 給我們工作的生活也帶來了很多的影響 中醫說肝主筋 肾主骨 肝腎不足 則筋骨不牢 老年人的肌體會逐漸的減弱 氣血營養也越來越減弱 中年人和年輕人的頸椎病的發生 則多於長時間的頸椎或脊柱的姿勢不正確 而導致的疾病和疼痛 今天我主要分享的就是這類頸椎不疼痛的中醫療法 下面這幅圖可以直觀地看出我們頸部曲度變化 對其影響的壓力 隨著我們的頭部的曲度越來越低 角度越來越大 我們頸部承受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那麼我們要怎樣去治療 這樣引起的頸部疼痛呢 用針灸是最直接最好的療法 我多年的臨床經驗總結 通過運用五行診法 頸部經絡推拿 可以很快地緩解頸部的僵硬和疼痛 明顯改善頭部的血液循環 還有頸肩部的酸胀僵硬 針灸配合中藥不肝腎養氣血 治療頸椎疾病腰椎疾病效果就更好了 尤其對肝腎不足氣血弱的病人 所謂流水不腐互疏不渡 對於脊椎和關節也需要運動 才會更好的起到保護作用 為減少頸椎疾病和頸部疼痛的發生 除了我們定期做針灸和推拿的維繪性治療 我們更需要做頸部的保健操 下面我介紹一套 比較方便的頸部保健操 我邊做邊示範 我們可以平時做正坐或者是站立都可以 首先我們伸起放鬆 然後緩緩抬起手臂 頭部慢慢旋轉 首先看向左側的手指尖 然後回到正中 然後向右旋轉 看向右側手指尖 然後回到正中 然後緩緩抬起手臂 大概在中表的10點10分位置 然後用我們的下額 首先指向左手的手指尖 然後回到正中 再向右側旋轉 用下額指向右側的手指尖 回到正中 然後繼續抬起手臂指向天空 我們緩緩緩抬起頭 我們緩緩抬起頭 看向手指尖 深吸氣 雙手握拳 慢慢向下拉 緩緩的頭部也回到正中 然後放鬆 這就是一套 我們可以做10套這樣的 就是一組 大概一套在15到20秒 這一組做下來大概也就是兩三分鐘的時間 在我們工作中間的間歇 或者是平時 花了很短的時間 就對我們的頸部和背部做了一個保健操 對我們的身體起到了一個保健的作用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 並請繼續留意我下一期的節目 失眠症的中醫療法